嗨,大家好,我是睿爺 我們今天來看風之靈新的噩夢圖 然後這個是王牌戰 唯一一場有贏小的 這個來看一下睿爺帥帥打麵包 不是麵包,是睿爺帥帥來打這個VIP 呃呃呃呃 我也不會唸 左邊我們這邊帶的是冰羽,右邊帶的是刀客 但這一季的血技看起來也是蠻強的 到時候來看看,這場是複製 那我們來看一下風之靈是怎麼跑的 他打的蠻好的 OK,這邊跑了很多鬼頭 這邊觸發了冰羽 我不確定他這個冰羽是不是有練過的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然後他這邊還要吃一個強力 再吃一個羽帶身 然後再吃一個加血量的 減到一個驅散 然後這邊他會挑一個水屬性精通 他這樣子挑的話跑速會比對面的慢 但他就是選擇去挑卡牌 然後封球 速速跑 這後面好像就是比較沒難度的就是往前衝 OK 吃這個忍術能量瓶 吃了很多,非常多 然後再吃錢 然後再過來吃個火球樹 同歸於盡 枯竭 這個同歸於盡 孤枯才對 不知道怎麼唸 那好難唸那個字 OK,他就繼續一直往前跑 走上面 然後出來按一下 卡了一下 不過也沒關係 反正本來就沒領先 OK,海星觸發 然後再用了一個東西 泰蘭之湖 撿了非常多東西 按了非常多東西 那這兩次複製他直接買了一個反轉 再帶了一個反轉 總共兩個反轉 這個地圖錢可以到700多塊 跑得很酷 這邊出來 蝙蝠出來了 那這個忍術能量還差一點 他用這個小火球樹卡了一手 把忍術刷滿 直接開大絕 對面由於先進土已經打了一破傷害了 我們來看一下 啊這樣子沒有用到這個冰雨的感覺 冰雨還有4秒 我不知道他怎麼觸發這個冰雨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大絕刷出去 砰 傷害領先對手 太神奇了 竟然比對手高一點 OK,那他這邊也沒有要給他撞 直接用反轉 他用反轉觸發 那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他玩的蠻好的 這個思路很讚 就是因為這場是這個複製嘛 所以帶反轉的話 配冰雨就可以 直接一直觸發冰雨 然後又會有大絕能量 又可以大絕能量去 讓這個冰雨可以 很好的打在王身上 然後可以刷滿傷害 讓這個冰雨傷害可以打得最高最高 然後大絕又可以順便把這個彈幕給清掉 他也不會有性命危險 這個想法很不錯 然後再帶一個寒冰卷軸 可以保護這個自己的性命 然後這邊直接選擇寒冰卷軸 然後限制掉了 我感覺這邊應該是刷一波錢吧 我猜 OK 他這邊出來吃了很多骨頭 虧了很多錢又撞了很多錢 好 橘橘衝 這邊已經先領先對手 那這邊勝利就會壓力比較小 比較容易贏 OK 跳起來 OK吃進這個穿送門 吃了很多人數能量品 那感覺第二棒 下次他可以考慮不要帶這個人數 就忍中了 我感覺忍中浪費掉了這個 除非他沒有其他寶物了 他這邊再買了一貫反轉 寒冰卷軸那邊沒炸的話 不知道能不能買得起這個反轉 但感覺也不需要那麼多個反轉的樣子 好像就夠了 來看一下 他這邊應該也是開局直接放大 因為對面來不及 對面一開始卡牌也不是買這個 卡禁之類的 所以 或是禁錮卡 所以說還行 這邊籤 來個赫 再來個5 稍微有點空 這空有點空 然後主5跟負5都沒放到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先開主負5 可是如果先開主負5的話 也行 他這樣打也行 都差不多 然後這個有三個血赫鋪空了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練過的 所以他的節奏應該是對的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刷刷刷刷刷 這邊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不過應該也不會常常遇到複製 要有鏡像圖吧 所以應該還好 是複製 都一樣 差不多意思 大家懂都懂啊 人數屏啊 OK 還有人在我前面的影片留言說什麼 以前的睿爺比較好笑 那也沒辦法 人老了就比較不好笑一點 害我媽還跟我說 你看有人說你不好笑 害我很尷尬 好啦之後我再努力好笑一點 那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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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